最終之戰 李若素 呃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歡迎來到 泰國對台灣邀請他目前 布希之雲已經守住了三個點 究竟他守不守得住接庭呢 我不知道 我是賽平NUCU 我已經不想了 這遊戲怎麼這麼難玩 好啦 我們經過 真的是酷欸 真的是酷欸 他做了 他做了一連串 錯誤的選擇 我覺得錯誤的選擇 但是 他感覺都對了 但是最後那個一定是錯啦 那個大法那個沒有辦法講啦 你不能說什麼禁牌什麼 沒有這回事 這個擺明你就是多扣一堆血 然後 這個遊戲的轉捩點呢 就從愛媽狗沒有算到18點斬殺開始 遊戲開始進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 後面撞了幾個對手 通通都被拉入了這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沒錯沒錯 開始做一些非常酷的事情 我相信泰國這邊也是蠻困擾的 真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想看泰國轉播 我看他們還沒有醒著 好啦 我們 這個既然打到賽末點了 兩邊現在贊成5比5平手 這個李諾法有沒有辦法再過一關 拿下這一次的勝利呢 太精彩了 精彩了 原本4比2打到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原本4比2打成5比5 就看最後一場有沒有辦法拿下這個 拿下這個賽點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精彩了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好 我們稍微等一下 喔 開始了 欸 李諾 李諾術 騎手 騎手 李諾術這邊的話 應該是全換吧 但是不知名的話 對於上 上三場的關係 所以我不知道他怎麼換 應該是 留安東尼達斯吧 沒有 其實這邊流氧我覺得還蠻合理的喔 你說去面對有可能的巨人 對 面對有可能的巨人 其實我覺得流氧蠻合理的 不過他 我只能講一個隨便啦 我已經不知道 他流氧蠻合理的 就是他可以面對 飛龍飛龍的時候 試費的時候準時把它變成 喔 一次I7媽狗打 所以I7媽狗是負責兩套李諾的 那個 他流 銅鬚是要幹什麼 我卡札硬死你 不然還有什麼 銅鬚補6滴嗎 小販補8滴 小販補8滴通常都是沒補啦 小販補8滴通常都是沒補啦 你那個時候 三費牽制對手 法師好不好解銅鬚 不好解 對 對不對 好 那剛剛那邊就是稍微演一下 就是讓對面覺得 我也許有那張一費二二這樣 那當然也可能對面完全無視這種 牌怎麼動一動 但他無視有好處 因為他無視的話 之後如果不小心動得不好的話 他也就不會暴露任何資訊 他覺得我在騙他這樣 所以這個打比賽習慣性都是要演一演這樣 沒事動動手牌 誤導誤導對手這樣 要嘛就是寒面天氣 事費能走 寒面天氣 再來就要火把去點了 對不對 你不好解 誒說不定我就可以 陶獨補六D OK 繞了地球一圈他還是很心虛 還是 你就是很想補六D就是 對對對 不是他手裡也只能補六D 我現在只能看手裡的 看外面都不知道 這要做一個 這裡應該是 火焰衝擊 YES 我很終於講對第一次了 在前三回都還可以講對 第四回合開始 這遊戲就難了 呃 是不是打巨人 喔 有沒有 這兩手到底有沒有看到巨人 關鍵影響 完工啊 呃 我最好打完應該是先下 那個吧 銅鬚吧 幹不然你丟銅鬚要幹什麼 銅鬚然後按兩次銅鬚大小 那不也是一樣 嗯 他打了右手 就是 啊等一下那個是非負責 一直都是 厲害 那法師要幹嘛 法師 就卡著了吧 不然 你該不會這邊要抽牌吧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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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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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應該是變洋術吧 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已經開始了 我不知道了啦 我覺得這遊戲好難玩啊 嘖 呃 不是 欸 那你說 你想說 那我說 不是說你說 這邊卡 好啦 那其實這裡我覺得對面打錯了啦 如果我是對面的話 就應該要裸諸銅鬚 騙對手結這樣 因為 這邊就是 怎麼講啊 就銅鬚給壓力是 非常大這樣子 那像這個什麼二四的話 就是其實沒什麼壓力啊 硬盒就提我兩點血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就是 二四的話 我當然不會癢啊 然後就是卡拉克斯也不想下了 因為下的話 要背他 深衣就很煩這樣 對 所以這邊就是我就 反正他提我兩點血 要隨便他提這樣子 那我現在也不知道卡拉克斯要找什麼 就卡拉克斯他強 是因為他可以找的牌有不同種類 然後你可以找那個你在 那個時候最需要的種類這樣 然後我現在就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先過海比較好這樣 卡拉克斯他其實 拿五費就夠了 嗯 對然後 欸怎麼做呢 其實如果他獲勝的話 可以拿十費啦 因為 或許有可能有大怪需要去做 我在想 需不需要打到雙硬 就是硬兩波 硬兩波 硬兩波才有沒有才辦法拿大大 喔 可是 這個速師的三費 有走小鬼幫我老大活 就變很爛 嗯 準備好美 嗯 嗯 他想要大地啊 嗯 這樣我可能 還能接受 對我還能接受 嗯 可以 如果不上機器人的話 好啊 我想一下我要幹什麼 喔還好 好 不知道嗎 我水已經裝完了 我已經沒有出去的理由了 擦地吧 不過其實這邊 大地也有一個缺點是 因為他手上其實 跟combo毫無關係 對 毫無關係 所以這邊 不大地我也能接受 因為他手上 完全沒有降到 而且 你如果 如果 沒降任何一張的話 其實你做不了那個 20點combo 嗯 一定要降到至少有一張 或是像你現在 他現在是有硬幣 然後你都不出 然後可能還可以 快 啊 什麼 你說 他的打法嗎 嗯 我覺得還好 這個還好 還可以 還可以 全場沒有上嗎 嗯 嗯 第一個都沒有活怪對不對 對 有那個惡魔 他那惡魔嗎 唉唷 不知道 如果是怪才可以 OK 蛤 雙疤 喔那他要那個 可是不對啊 他沒有那個啊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完他疲勞嗎 他沒有 沒有紋身欸 啊你第二怕什麼 哇他這樣丟完什麼都沒有欸 好啊 那這邊是這樣的啊 就是說 嗯 我呢 第一張拿打巴桑 是因為 就是 打巴 那是打巴桑 跟 八八惡魔跟群羊嘛 然後我覺得我手上有羊的話 我應該是 不需要群羊 因為通常需要群羊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羊掉 對面的三頂巨人 然後對面可能 復活三頂又交個八八什麼的 你就場面很崩潰 你就可能要群羊 或是對面卡庫是加血 把八八加成八十二什麼的 就很煩 你可能就需要群羊 那因為我手上有羊 所以可能 對面 而且對面下了這個小鬼老大 都復活也不厲害這樣 所以他應該 場面不會困難到需要群羊這樣 那所以就剩八八惡魔跟打巴 兩個要群嘛 那我覺得八八惡魔 如果出來的話 應該也不可能佔兩輪這樣 所以最多佔一輪 佔一輪的話 對對面的臉造呢 他就是八血這樣 那這樣的話 就跟打巴直接打他臉是一樣的 所以想一想就覺得 那這樣還是拿打巴好了 然後第二個AOE的話就是 因為我等一下很欺負之後 很肯定的風暴是要交出來 少這個落落場的 但因為這落落場還是很煩人 不少也不知道怎麼解這樣 所以就是有可能我就會AOE短缺 然後對面可能就鋪幾個怪物 也不好應對這樣 就拿個六傷AOE這樣 那六傷AOE其實當單解用也還OK 對面是打對面臉八點 然後再打個這個解怪 就相當於是一個火球解了怪之後 用剩下六費打一個八傷打到對面臉 所以打一個復仇之怒 所以說其實這個在卡的效率上 還是可以接手這樣 對阿 所以就是這邊就這樣選這樣 所以打你如果速的話 傷害要足還是滿重要的 對阿 我怕他可能會 你拿來斬殺 沒有我在想辦法幫他想出一個 場上會有一隻深蹲的情況 好 好 好 就是 喔他 他也破不了阿 哇 零COMBO 嗯 雜 我是運色 跳 哇 也是蠻大的喔 也是蠻大的 其實蠻好的 以待咒術師 不是咒術師 那個 看東代人叫什麼 我忘記了 以待道具商 這邊的話其實上什麼都不是很好 我想想 好 嗯 壓倒做一隻呢 可是這樣就沒有COMBO啦 你這樣COMBO就爆掉了 因為 你這樣就秀 秀招了 好吧 還要壓倒做一隻 像這樣 對啊 做出來一個 還蠻大的 生物 這樣就你要想別的勝利方式了 就是 並不出來 可是我們剛剛看完 他還沒用過 用過術師 他術師第一隻燈 所以說我們也不知道他沒有領主 這樣他有個 那個贏的方式可能就是領主 然後搭配很多的巨人去做壓制或給壓力 按死對手這種戰術 嗯 因為 術師要打法師 要贏就是靠領主 所以 通常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是 如果能藥水 藥水應該都還是以5費 這個 彈心跟表現比較好 你5費跟10費 除非你 24689 砰 2468 沒有寒冰劍 反正就有點 這個 就兩邊都在你 不知之雲這裡 你腳越多直上去解台 對面變領主的安全程度就越高 對對對 然後上面又幾乎就只能靠領主 靠領主贏的機會 要求會更高 因為5費那個10費的差異 可能不抵一個 兩點叫6 不抵一個66 不過這邊的話 我可能會 惡魔怒火 然後 銅鬚把那個補起來 把那個 然後 然後像這個地方就是 我交寒冰劍 其實 打你如果輸的話 寒冰劍正常是不輕易交 因為 寒冰劍是讓你可以打出一個15傷的 combo的很重要的主件 寒冰劍在死的話 對面大王基本上不能變 一變就死了這樣 因為可以打一個15傷的斬殺 但是我這邊 就是如果交羊的話 就是等一下如果對面有巨人 什麼的 我又不好應對這樣 而且考慮費用 我想要讓苦痛多過幾張牌 所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還是應該 是要 交寒冰劍才行 另外一個考量就是說 因為我10費拿那個是打8群6 所以對面如果變大王的話 我其實不是很怕 因為他地獄火再多的話 一個打8群6 就把他地獄火都清光 而且還打他臉8點 所以我現在覺得 對面如果變大王的話 我也不是那麼怕這樣 就我應該還是有勝機的 所以就是 那我就這樣打 就寒冰劍交流交這樣 對 當然如果是他 這手 發費立刻大王 有可能就扛不住這樣 對阿 但是因為 就算他現在立刻大王的話 我還是有蠻多回合的 對阿 就是 所以 所以 也不是說 就是完全不可一戰 就是 對 反正就我覺得 就我 沒有那麼怕他變大王 所以我就把他面前 敲掉 然後 多過幾張牌這樣 滿三五面者 五面者補起來 這樣可能會不會在場面上好一點 恩 不用銅鬚吧 喔喔喔 4D跟 其實都可以阿 都可以 4D跟補門 可以 4D 就4D跟6D 可是這樣 變成說 免費就被點掉 好啦 這邊都感謝對面大恩大德 這樣子 我就下苦痛就有這個好處 因為他不想讓苦痛過三張 他也就是交一張牌這樣 他就交的是一個AOE 就 打傷自己 對阿 然後我等一下就可以解他解的很輕鬆這樣 而且就是說 他這邊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同心 他不那個地環奶回來 但是這也是很合理阿 因為他覺得說 地環是他之後變大王之後需要的奶 但其實我個人的認為是 尼諾素如果打到那一步的話 大概也沒什麼救了啦 尼諾素打到變大王的話 這數學的話 我就活動電影一下 你回不回血 你不回血 學法雙火球就把你帶走 所以我覺得 尼諾素最好是不變大王自勝 就打宇宙法的時候 應該是不變大王贏會更好 除非你是 這個大王一開始就抽在手上 就可能8屯10屯的時候變 然後對面還來不及抽到斬殺的combo 不然的話 他這邊就是我覺得 哪一下怪應該還是比較正確的選擇 他不如這裡 不 下一回合我 銅鬚做一個最大的 我比你這裡一定要養開 沒有其實他也 他能養的目標是什麼 剩一隻巨人 對 那養其實也還好 因為這兩個結果都是要養的 但如果你今天把這隻711留下來的話 至少可以再吸 一次 可以再勾 bet一次的LE 或者是至少在他再加 留一張紙上 並且他也加了一張很明顯 現在就浪費了 嗯 嗯 嗯 過了兩費剩下要做什麼 還有三費 嗯 還好啊 這個還好 所以 感覺這邊其實術士真的抽比較快 我直接用 心爆藥水嗎 我抽一個 在這種對局的時候 疲勞的那個數量應該要 呃 疲勞的數量應該要控制在多少 如果我是術士 我 我能停抽 我需要停抽嗎 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 大約 就是抽到 基本上大概抽到 差我覺得差五張差不多了 差五張 對五張差不多 因為你 你如果變領主之後 你的 煉獄火其實差不多是可以打回來的 嗯哼 我覺得五張左右差不多 但是 其實我覺得還蠻危險的是 法師這邊感覺好像又要打 真的是想跟他打皮喔 這個樣子 然後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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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要講話 我先不要講話 我先 看 哇 怎麼玩 好難 2 4 6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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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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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就是说 让对面觉得我手上很多伤害的话 对面也就会不敢轻易变大王 所以就是我这边是一种心理战的博弈 就想说赶紧蓬荣先喷 然后让对方理论 然后对方理论完之后 他如果之后变成大王的话 他就没有这种可以回满的奶了 他的奶就是一些落落的 什么回4D啊回3D啊这种的 这样我就可以分两回合打死 就是说我先打他个8点 他剩7血 然后他补一补血之后 诶我再丢丢火球这样 我至少可以拿两颗火球嘛 所以就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更好的 所以我就积极的先喷了红龙 然后骗骗对面 让对面觉得说 手上好像很多的伤害这样 对啊 而且他要挤我红龙也不好挤 而且他还要奶一挤 他这回合就会很受险 然后下回合再来大法师 奥冲什么的 刷一波这样子 对然后对面刚交了暴金 所以他应该是 要挤红龙就很吃力 之后还要挤安东尼 因为你丢大法师了 嗯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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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曾经被这个无召佑师弄过一次 被炸击大师 16点爆发 对 一张炸击16点 那你知道新的战士有一张那个吗 2点叫26嘲讽 替对手叫三只一一迅猛龙 有一张新卡 暂时的新卡 2点叫26嘲讽 嗯 然后他的战吼是帮对手叫三只一一迅猛龙 很蠻强的 很蠻强的 助罗纪公园 就是那个电影那个梗啊 对不对 就是那个男主角 画面上是女主角 因为男主角有另外一张图 是那个 我忘了在哪个法术上面那张图 就是他进去 叫三只迅猛龙不要咬女主角 对不对 他是用那个 助罗纪世界吧 不是公园吧 助罗纪世界的梗 要学奔啦 好 GG 重新回到三十点战场 重新回到三十点战场 那个喷有点什么意气用 不是意气用 这个 对就是意气用 可是我 我也不是意气用 我觉得是他没有什么 好啊 那这个对面果然重计啊 就是说我这个 一喷之后他又磊落了 到这里我觉得 这个完全落入了我的 这个计划之中 这样子 那对面还使用了 木瓜龙截入红龙 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因为他要木瓜龙撞到红龙之后 他胜凉血 他自以为是免费的 但其实这样的话 就正好落到我的AOE的范围里 我就可以打个AOE 把他这个 3-3跟4-2就解掉了 就很舒服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这个喷红龙 让对面里诺 应该是收到一个很不错的效果 而且这样的话 我现在这样队的胜率 应该又提升了 就打到这边 我觉得我应该 胜率有个 六成以上 应该是 就对面里诺一跤 我觉得应该就蛮稳的 而且对面斩杀 组戒也没了 所以我现在只要好好的应对 应该就可以 有什么其他想法吧 他觉得这边用大瓦斯太浪费了 你说大瓦斯开启 对 他觉得太浪费了 可是 哦 我想一下 我问什么问题 如果这边把零龙变羊 算不算召唤一个生物 你说我的答案吗 嗯 我记得算 算是不是 我记得算 对 因为 其实那个无造药 无造药系的写法有 好啦 这里我其实不知道 变羊还算召唤一个生物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就 可能会考虑 所以 这件事这样 不过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杨丹这也是不考虑的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bug 可是 让我想 好 我讲一下为什么好了 今天你用无面 假如你常常有无造药系之后 你下无面附置任何一个东西 你会痛两次 你会扣两个5滴 可是没有理由 因为我只叫了一 可是 反正就很奇怪 因为我理论上 我只叫了一只怪 OK 那你为什么会扣我 扣我 扣我10滴这样 了解 无造药系之的触发时间点 其实很特别的是 他是在回合 他是在你那只怪 下场之 的第一步 就先触发 嗯 然后因为无面会 进去之后 招手完会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细节 我做的没有很好 就我用的那个奥充 是 那个书本给的 有时候才发现这样 就是说这个 我应该要拿 左边那一张 就是我一开始抽到的奥充 那张对面就不知道 我的书本拿了什么 对面就要防我斩杀这样 这样子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小失误啦 对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我那个就是 把他的里诺解掉 然后留一个武艺 就是因为我期待他 如果下怪的话 他就会自己掉血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话 他的血量就会 慢慢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之后呢 我就可以一套斩杀 就把他打死了 那如果变道也一样 变道了之后 还是会被一套斩杀打死 那另外就是 那个 如果他 即早这个 觉得快死了 就用卡拉克斯 印了药水 加了护甲的话 假设有护甲的话 变道 那些护甲是会消失的 所以就是 我这边就是 故意留下 他这个武艺这样子 然后看他会不会下怪 给我这个 就是帮我 就要下怪 就等于是打自己脸 就是 对 他要不让他下怪 这解释 我拿5滴血 换你5滴血 换你场上下末日 这样可以吗 喔 蛤 先喷5滴 再喷3滴 厉害 哈哈哈哈 好 然后我觉得这边 对面打的有点问题 他如果是想要 保持先手的话 他这边应该是要 丢个末日 然后这样的话我 就只能 点他脸嘛 然后下回末日 烧掉全场 这样的话 他也是可以 拥有先手这样子 对 他这样的话 直接下766的话 就是 等于是太快的 多让自己 掉山雪 这样子 嗯 但他的手牌 也许他觉得也很难打 这样 对啊 不过就总之说 如果他想要 那个 把那支5一 解决掉 然后同时不给我先手的话 他是可以选择 压末日 这样 直接压766的话 他的血就掉太快了 这样 你又看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他会先在怪进场 做任何事情 他就先喷5滴 他没站好来走 对 他是难得 其中一个 很奇怪的能力 哎 不是吧 他把这个弄死了 哇 没打 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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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利诺了 他 你要怎么回血 他等一下 应两瓶卡杂 灌点他 我看你有没有命令卡杂 先灌个八滴 不管 对方觉得我没有解 然后这边就是 我在想的是 我要先安东尼摔 还是要先 打这个 八伤在对面点上 然后就是我后来觉得 先打比较好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 如果我先刷火球的话 刷完火 对面就可以应对我的安东尼 然后之后就是 我在打他八伤 他就可以回血或加甲应对 所以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 就是先打八伤 把他长解了 然后等到之后 我如果有一回合 我出安东尼的同时 就是 应出火球 然后对面提我安东尼 要同时回血 他才能火 所以这样的话 对面就会 比较捉金剑走 因为他一会儿要做两件事 所以就是 我这边就 选择先打八伤 然后这样 只有安东尼 刷的同时 对面就要挤安东尼跟 加甲这样 或回血 但这边就是 使得我前面那个失误 变得更关键 因为我如果前面那个奥充 拿的是不是书本 拿的是我自己的奥充 到现在对面 还是不知道我的书本 开出来是什么牌 所以我这手打下去 对面实际上 这边可能会很紧张的需要 立刻回血什么的 所以他如果 即使他印卡的话 他也要印那种 一费的加四甲 这样子 对啊 然后之后他如果变大的话 那个甲就会 就是白甲这样子 甲就会直接掉了 所以就这边就 使得我前面那个失误 变得比较严重 因为对面知道 我应该是 拿不出十一血的斩杀 应该要火门先打 然后之后再 打火球之类的 反正我没办法一回杀 所以对面就可以比较 充容的 印个这个 五费或死费的卡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 我没有 就我前面那个失误 就变得很关键了 在这里 打得好耶 打得好耶 打得好 还是直接印 好像还可以印这五费 那个五费可以绑挡 导播 导播 火跟那个吧 有 哇 烂透了 召唤召唤 那他第二个也要印五耶 嗯 可以 他要印 也可以五跟死啦 我觉得死也可以 因为我在想的是 他会不会怕这回合死掉 他这样做就是他怕这回合死掉 因为他这里可以 硬币还在 他可以硬币做一个五 去拿一个甲 至少要拿一个甲 起来 嗯 可是他组合都很烂 没有加 哇 零甲 没有加 哇 两匹定完 GGWP 那是什么 火二跟什么 火 哦 招五五恶魔跟抽两张牌 那你不是提早升天 你现在皮奥差 法师没有再抽了嘛 额外加二 所以 皮奥应该差五张了吧 诶 差四张 好啦 然后这边对面就是 打不死我 不不就他想要赶快打死我 他拿抽牌这样 那他觉得拖下去就要输了 因为他没有印到夹夹 然后他这里 选择这样打 就是其实 嗯 我觉得他是 就我当时有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暴露了 他没有印到夹这样子 因为他打了一个这个 五五五然后抽两张牌 就我觉得最合理的推测就是 他没有印到夹夹 然后再倒他的大王 因为大王可以相当于乃四血这样 所以就是 在我的视角看起来 我会认为 他可能是 没有夹夹的这样 四张 帮我看一下 那个两边牌的牌库好不好 嗯 六 十 四张四张 哇 三叶 全面开洗 开洗 烏 这里洗两张法术接近赢了 可以洗吗 可以洗两张 可以洗三张 可以三张 这个 这个 冰五五 对不对 禁咒火 那是 我是解童虚啊 所以就是两张 这样就不会被 产品小饭奶嘎 来一堆 然后这里我为什么解他童虚 而没有刷三张火球 是因为 我觉得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 发现 就是说 他如果那个什么 三费发现 那个 黑魔会卡那张牌 我觉得那张牌很急 他发现一个冰箱什么的 我就会很烦这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要防发现这样子 然后火球反正两颗也可以足够威胁它 所以我也不需要印到三颗 就不需要刷到三颗 所以就留个冰箱到时候可以应急用 可以动动对面的怪什么的 对啊 所以就是 这里就我觉得 我现在就是输一手对面 卡库以外的牌 他卡库以内的牌 应该没有什么会让我输的了 所以就是我只要 这个温温打 然后就尽可能的减少意外的发生 那这样应该就能拿下这一场 因为我现在还有冰箱雷若 我还可以拖很久 我还可以拖很久 对决吧 这就对决了 4 3 他可以像 5 6 7 5 6 7 8 9 10 11 手里那两张 手里另外一张药水是伤害的 对 对 诶 他是不是可以哪一滴啊 哪四减 干不行他只哪一滴 哈哈 我想说把那个222烤掉 结果发现不行 因为烈焰还是会扣自己一连 5 6 7 8 9 10 11 然后药水是5 所以他这回合其实做得到开兵 就是我放掉法师拿开兵这样 可是我还是会死 哈哈 我要被单哥打死 诶 那死定啦 要下那个人然后自己把它烤掉 自己把它按掉 怎么烤掉 我要按键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哦 然后这边对面那个自己按影键弄掉自己的22 当然我就很爽啦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大转这样 对啊 而且这样对面等下如果再变大了他就没什么奶了 这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4加6 是我的话啦 which one 我先要问清楚哪个是啊 那个 多眼救援怪 然后 里诺 宝不死 对面领先四张牌 对面 对面 为什么 我要一步步把你推向死亡的深渊 哦 不行 可是 哦对 可是他没有补血 对 他小的也烤掉啦 淘土也烤掉啦 嗯 唱天小饭也烤掉啦 嗯 两瓶药水 都打完了 哈哈 哦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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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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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时间了啦就是我能不能在 在 在你拿到整套把我烤死的东西之前我先把你打死啊 是吧 他是要这样打吧 631吧 啊36 我觉得他不会就里诺了 蛤 他会跟 他会跟 第一次打一样 他会等冰箱爆他才有里诺 我觉得他 这很危险耶 他觉得冰箱就是 火的安慰这样 他觉得冰箱就是 老板 要给对面爆 爆完之后他在里诺正台转 要我想想 排库 两张嘛 对不对 下一回合是2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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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他也要考 你就是李諾就是要擺著欸 好棒喔 可是那個倒已經不是李諾的問題了欸 是你沒有戰怪欸 你至少佔一隻李諾 啊你防洪溪嗎 哦~~ 哦~~信拆喔 嘿嘿嘿 哈然後那個地方就是 我那個1 2 2就是我趕快丟了回自己四十血 因為只有這個時候回血不會回到對面 那之後任何時候回血應該都是會回到對面 這樣 所以我就趕快先回自己四點血 然後李諾這邊我還不想丟 李諾我也不是說一定要等冰箱爆開來丟這樣 就是說 反正李諾就要讓他發比他大價就要多拖這樣 然後我的計劃是說 那這個如果搖地獄火催我兩拳的話 那我這時候再李諾這樣 然後這樣的話李諾之後他一回合 就是一定破不了我冰 然後就是我之後還可以再動住他 他也破不了我冰這樣子 然後我之後就可以再 就至少有大概三回合的時間 然後我現在需要一張牌叫做血法這樣 就我抽血法就幾乎是贏定了這樣 因為血法抽血法就十四點斬殺這樣 對或者說是我有辦法讓藍農贊助場 就比如說藍農冰環這樣 這樣也會贏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 我這邊就是這樣期望的 然後就說他這邊張鼠的時候 其實我倒不怕他 我比較不爽他拉藍農 就說他拉里諾是我比較能接受 所以他這邊拉里諾我覺得 還OK這樣就算是運氣不錯這樣 運氣對我好 但是這個是見人見識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阿里諾被拉了 這樣 但因為他那個一套交掉了 所以李諾被拉的話 他也沒辦法一雪破冰 然後藍農可以過一張牌 阿里諾多拖一回合也是過一張牌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啦 拉哪個都差不多 但他這邊如果拉到藍農的話 他可能要交有氣虛空 不然他要死了 我什麼都不會講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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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那我的哏 這好多人的哏 死影先點 不要再抽了 還想抽 跳 還想抽 想死阿 我要先按一個 來個補血的吧 會加假的都可以 真火 好這邊法師也沒有 太爽啦 先走一張 然後 平衝星 點一點 點一點 死刑宣告 對阿這裡點完十三阿 我手裡十三阿 你知道 已知有兩火球 請問這裡 甲拉克斯死的機率有多少 打得不錯喔 高達八成 吸瓦納斯牛 沒事沒屁喔 吸 沒了 按一個阿 然後打那個 然後吐火把四四吐掉 然後死阿 就這樣 天阿 打得不錯 贏了啦 太棒啦 太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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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精彩啊 這個比賽 真的精彩 你也覺得蠻精彩吧 精彩 精彩 這是今天我們看的最經常 我們看的都 張木杰澤 這個講不出話來的一場比賽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這個 這個遊戲我們覺得 我們可能還要繼續進修一下 真的真的 也不用進修這個版本了 要走了 要走了 你剛剛看到的70%的東西都不存在 OKOK 那我們就 我們就準備迎接新的時代來臨好了 對不對 猛馬年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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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早年 祝大家猛馬年行大運 等一下 還玩喔 還滿沒力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哪裡 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 他贏了 對 剛剛我們私底下 和和有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 楚電你覺得我 我剛剛做的選擇都不好嗎 我說 我覺得選擇今天來播 應該不是一個好選擇 對 其實我 我剛剛想說 我一個菜品 然後是講錯 然後他贏了 然後到底是 我發生什麼事情 是我的觀念 我有錯嗎 你不要判斷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有點挫折 那種心理的感覺 我就 會有挫折喔 會有 你不要怕嘛 對不對 我到底 我是不是哪裡講錯喔 沒關係 這個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 好 最後有贏 我們 我們好險台灣隊有 堅持下去 真的 真的 李多法 一打四 漂亮 烈士局也贏了 對 優勢局也贏了 對 對面 各種給機會 對 從IT Marco開始 少了那個18點 對然後 最後也是他被打 然後